今天的啟程村食水含园事件仍然正在燃烧 已经燃烧了接近10天的光景 其实开始没有那么多人报 亦有评论说这只是街佬的事 但在我的角度来看 我和Paul跟了这么久的区议会项目 尤其是他的深耕细作 研究18亿人这么多次 我们很明显闻不到一股脏 这件事会报得起 结果真是报到现在特首都要不断回应 而且会继续烧下去 这件事反映了所谓传统的街佬政治 现在又升到另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曾几何时就叫做 斯拉政治 但现在似乎叫大妈政治又更加准确 大妈政治有几个元素 三大元素 第一基本上它一定要和煮食有关 可能是食水 可能是清洁 总之你妈妈烦恼那些 平时大家有饮食食煮饭的问题 通常都会是很重要的元素 第二个元素就是一定要有 雷水 因为雷性就是受雷水感动 她都哭了 你不要再说她了 哭是可以超越了那件事件的对错 第三就是大妈政治 总是牵涉到一些不懂 无知 包括我不懂用WhatsApp 我不懂上网 我鬼知吗 这些都是一些大妈政治的元素 你看最近当然黄碧云博士 在今次这个葵程村的食水陷员事件里面 抢尽风头 她之前其实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她是用研究政制作为她打入立法会的切入点 但是你再研究政制得多 恐怕你都未必救郑玉石 或者卿姐刘慧卿那些就说得多 反而现在她这样说 食水有问题 就是很多选民的响应了 同一时间 其实你想想上个星期 也有一宗就是李慧琼在大岭市的时候 就说这个全城要清洁 很明显建制派 亦都是想尝试吃进去 这个大妈政治的位置 好骚髒啊 以至乎每一条街街巷巷 都要掃地 可以有很多的大妈政治 你想想 谁做全城清洁运动的领军人物 林郑月娥 又是一位阿泰 再上去移之前你想想 其实 叶楼淑仪留下这个眼泪 其实之前 24小时不够她才闹到李慧琼趴在那里 但立刻发现眼泪很小 我记得 孝姐没有离开议会 网民就野鱼她 不懂用WhatsApp 我觉得孝姐不害怕 她一向都不是争取网民的市场 反而很多女性选民会同情孝姐 我儿子经常说我不懂用WhatsApp 现在孝姐被人说WhatsApp 陈禁祖就说西九龙的水很臭 要捉老鼠 这些便一早已经闻到大妈政治有市场的角度 其实梁美芬之后 还有不少人是懂得这个角度 例如张君敖 方国山 堆田区多么下来 多少太太喜欢她 见到吃得了 于是乎另外一边 陈树英 一个东一个西 继续吃下去 你想想 全部都是女性议员 抢尽风头 所以男性议员省定点 大妈政治时代正式登陆香港 女性议员同声同气 就实假定 男性议员可以怎样 男性议员都有解 都有解困角度 你想想 女性选民最喜欢看什么 《思拉品味圣经》 三个英文字 TVB 留意这两年TVB这剧集的男主角什么造型 男性议员跟着去抄 总须不得去哪 讲到尾 其实这个大妈政治市场 可能是全球大趋势 你想想 全世界现在都随时想逼大妈 做这个领军人物 希拉莉 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见到